你好,大家好,我是709的家属王俏领 昨天是8月2号709案的展业民先生开庭 我在网上看到的东西写的是家属收到了开庭通知 然后展业民说他的家属没去呢 是因为他不让他的家属去 我听了这事觉得很荒谬 因为什么呢 因为展业民的妻子刘二民女士 我们是很熟悉的 那在7月28号晚上 当时我们在海外的这个网站上看到 8月1号709案展业民有可能开庭 所以说在7月29号就是上周五 上周五中午的10点58分 我们陪着刘二民女士 因为我先生也是709案子当中的涉案的议员 所以跟我们这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陪他一起去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立案厅 我们要求确认这个时间 在一个小时之内 那个立案厅的接待的那个人 那个问了两次告诉我们 因为他们找不到直接负责这个案子的人 所以说没办法告诉我们到底是不是开庭 我们就说那只有半个工作日了 我们就等吧 我们就等 然后呢确认 我说开还是不开 您就给个话 不开庭我们就回家等着 那开庭的话我们就得去 不让我们旁听 我们得在法院门口守着呀 因为那是丈夫呀 这是人之 不说人之常情 这是公民的权利呀 对不对 何况刘二民女士又是 那个翟安民先生的那个合法妻子 这 这是 这是 我们就是因为没有收到 那个开庭通知书 所以才跑到二中间去问 结果后来就被十几个法警 这样从二楼拖拉拽 强行给撵出法院的 后来刘二民女士在法院门口 给那儿痛哭啊 真的是一年的痛啊 他到现在逮捕通知书还没收到 什么立案通知 什么开庭通知书啊 根本没有 所以他在痛哭的时候 又被法院的人打110 我们又被带到当地的 那个挂甲寺派出所 又在那儿被关到晚上九点半 后来刘二民女士是因为胃病犯了 我们打了120 他去了天津医院急诊 我们现在还有急诊科的那个 诊断的那个挂号 挂号单啊 那个交费单 是这样 当天我们是想确认开庭日期 没有人告诉我们 最后警察出面 他也不告诉我们开庭日期 就是让我们回北京 让我们回北京 那所以后来我们想着 当时想着开庭 很有可能就是8月1号 所以我们就 想甩掉那个 那个国宝的这种 这种跟踪和监控 然后我们就东躲西藏 在7月31号 我们就回到天津 在天津的那一个 一家酒店门口 我们想说 住一晚上第二天 就参加开庭 在法院门口静候审判结果 结果我们就在 31号晚上8点钟 就被十几个国宝 就在那个酒店门口 就把我们那个围住 围住 然后那个派出所就来了 问你打110报警 我说我没报警 没报警 民警就去了 把我们带到当地的 那个叫大王庄派出所 就是一个目的 你们回去吧 我们护送你们回去 保证安全 那个回去之后 就这是我们的了 我说我们回去当地 就国宝一定会把我们 局限在家里 我们不回去 那就这样僵持到晚上 凌晨一点 我们就被他们 强行拖上车 真的是台上拖上车 拖上警车 带回北京 带回到我们 我们自己 居住地的这个派出所 帮我们关到 那个厚问室 帮我关到厚问室 关了 关了从凌晨4点吧 关到晚上11点半 11点半 是因为我自己 后来那个胸口疼 有身体不舒服 所以后来我那个 打了120 后来那个 那个做了检查之后 我决定我回家 因为当时我说 你们既然是把我们 合法的传唤进派出所 口头传唤 你们说是合法的 那现在走的时候 得给我文书 不给文书 然后十几个人 那个开着大警车 把我送到家门口 进了家门 然后门口现在还站着 还站着 不幸路派出所派来的 什么服务警啊 斜警啊 这一群人 在我家门口又支的 他们又在我家门口 支的电风扇 又又又放到那个蚊香 半夜怕蚊子咬 就这样那个24小时 把我控制在家里 不让出去 刘二敏女士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所以现在这个状况 你说我那个家属 刘二敏收到逮捕通知书 我据我所知 他是没收到 不信你们可以去问刘二敏 然后还有说说 那个那个宅明 通过他的管教 说是告诉那个 他的家属不用来参加 我看那个刘二敏 到现在都没有收到这个 都没有收到这样一个通知 而且而且我们连开庭日期 都不知道 都是猜测 然后过来看 就这样都被控制在家里 这是真是事实 那个大家如果说 真的是那个 很很很 还是不相信 那我们就去看看门口 门口 我家门口有四个呢 我现在就往我们家门口走 因为我这个手机呀 我不知道怎么调到那个 调到那个 我这是自拍 我只能把它这样对着我们 对这是我的门 这是我的门把守 一般 一般打开门 门口都会看到外面 守了一个人 现在就守了一个 然后呢 这底下是个电风扇 还有矿泉水 他们还有这个水杯 还有炉子 这是守了两个 对 这就是我们家门口的那个 那个二十四小时 负责把我控制在家里的人 好 好了 女儿进来吧 没啥看的 太多人了 所以这就是现实 这就是事实 这就是公开审判的 背后的幕后的事实